毅然授命 簡詩月旅 平復浙江 直入敏關 醜淚 望風 孝順 海逆遠頓 就思民於水火之中 古之用兵 無以御意 数年以來 小民歌頌戴高以厚 莫之所報 而小民禍有寧語 無非親王愛養私民之所致意 親王為朝廷宗臣 鎮盡海邦 地方寧密 皇上少數瀟幹之憂者 為親王示賴 我親王替皇上之心 盡天慰哉 屢玉滿兵勿擾百姓 皇皇王言 下痛冥隱 上徹沉聰 是由太祖太宗 侍祖在天之靈所喜悅也 卑之于成龍叩見秦王殿下 于大人 你為何行如此大礼啊 好 看來一定是有要事相奏 回禀康親王 卑之的確有要事起奏 呈上來 我處都是不設手 從還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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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這些辽派 今日等啊 你還是賣汉讓我來 你今一開始 before it rav海 居士 甭告辞 一 二 三 一 二 姑父回来了 老爷 余大人 老爷 周先生 你平时能说会道料事如神 今儿咋没话了 你们都看着我干啥 干啥 等你说话呢 你说说 今天余大人去康亲房那里 会是个啥结果 啥结果 那哼这小犬回来 自然是好结果 他这一副烦人不理的样子 这能有好结果吗 要不过去看看吧 别真有啥事 对 极药 你去 凭啥我去啊 你是余大人的刀笔小利 你去最合适了 你是余大人的牧兵 你去更合适 咱们俩就 凭啥 孕林去合适 孕林是大管家 行 我去就我去 我去把马喂了 快点啊 等你啊 让他去吧 行了 你们都不去 我去 你知道今天于大人去康庆王那里 到底发生什么事吗 不知道啊 所以你也不能去 那咋办 都不去 万一大人出啥事 咱都不管啊 还是我去吧 姑父平时最亲我了 晓晓真乖 真孩子聪明 晓晓最合适 你去 你去 姑父不生你的气 晓晓是个好孩子 晓晓最亲姑父 姑父也最亲小小 你们呀 还真是小瞧我余成龙啊 没得金刚座 就不敢懒得慈禧活 我要是怕康庆王治罪 我就不会去上那道 把错夫妻 你们是不是怕了 你们是不是怕了 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 晋阳倒是有些怕了 你都不怕 我更不怕 再说了 我也不是不证使 他正因为不是不证使 所以不怕 他要是不证使的话 早就下回道 刀比小丽了 你还别说 我要是做了不证使 我照样不怕 好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咱啊 也不管他康庆王下面 怎么裁决 咱们呀该干啥干啥 刘靖 在 山堂 是 是 报 王爷 姚大人和吴大人到了 请他们进来 是 卑职姚齐盛叩见王爷 卑职吴星座叩见王爷 二位大人起来吧 请过来一下 是 二位大人 下一步 我们就要在这三个区域 同时作战了 二位大人 有什么想法吗 王爷 福建所有的衙门 随时听从您的调解 好啊 二位大人今天一起过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 说 是 关于今年福建举荐卓义事 王爷 吏部催了好几次了 说让我们把举荐的人 赶快确定下来 上报吏部 你们不是已经举荐于成龙了吗 最终决定 举荐于成龙 王爷 还得由您来裁定 是 于成龙已经来过我这儿了 他来了 对啊 刚走不久啊 这他来这儿 是不是 他给本王上了个奏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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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成龙太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吴大人 对于八错夫一事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回禀王爷 这几年 军队在福建派的各种服役 确实有些过重 如若能有所减轻 对百姓自是一件好事 好啊 于成龙的意思 奏书上写得很明白了 我想 我也知道二位大人的态度了 至于于成龙的奏书 本王自会处理 至于举荐卓义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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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二位大人自己拿卓义为好吧 我说吴大人 你说此事如何是好 不知智太大人所指的是哪件事啊 是有关卓义 还是有关罢错夫的事 什么卓义 我说罢错夫的事啊 事已至此 只能听凭抗秦王的决断了 不 于成龙必须把上奏抗秦王的 求把错夫妻收回 于成龙避开你我 直接将奏书 成立到康秦王手里 还如何收回啊 你说这个于成龙 怎么这么会挑事件呢 偏偏在你我举荐他 着意的时候 却来这么一出 不失失误 吴大人你想想 于成龙的着意 是你我共同举荐的 康秦王又痛痛快快地 表了态 他倒好 认着性子 跟康秦王对着干 你让咱俩怎么办哪 是啊 罢免错夫的事 不是你我能决断的事 但这卓尉 还真就把我们给难住了 继续举荐于成龙吧 恐怕康王爷那不好交代 若此刻把于成龙换掉 另举荐他人 这 这简直不成儿戏了吗 胡大人 咱们现在去找于成龙 找他又何用啊 干脆把事给他挑明 要想还当这个卓尉啊 就把 囚罢错夫起 收回 如不收回 就不要挡了 姚大人 恐怕这不合适吧 这又是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不扯回咱们就换掉他 另聚见别人当这个卓尉 姚大人 凭心而论 于成龙提出罢免错夫的事 并没有错 负义如此沉重 百姓的确再也承受不起了 好 报 于大人 府台大人和智台大人来了 到哪儿了 进衙门了 是 成龙啊 你好像知道 府台大人和智台大人要来啊 这个时候他们来干什么的 你说呢 锦阳 这没咱这事了 该干吗干吗去 周先生真是个大明白人啊 你以为我不明白啊 府台大人和智台大人来这里 他要干什么我清楚得很 我是替你担心 不是好歹 锦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你要小心应对 下官公迎二位大人大驾光临 下官公迎二位大人大驾光临 我跟姚大人有话跟你说 二位大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那好 那我先说吧 周先生啊 你觉得吴大人和姚大人 会对成龙说些什么呀 这不明摆着吗 既然两位大人亲自找上门来 无非就是要求于成龙 把给康秦王罢免错付的咒书 撤回来 事情没你想那么简单 那还能怎么样 周先生 你知道的 于成龙在广西和湖北 当过两次拙移了 这次是被第三次举荐 而举荐他的人 就是姚大人和吴大人 还有康秦王 这回啊 他于成龙罢免错付这件事啊 不仅办不成 拙移恐怕他也当不了 有这个可能 不光是这些 如果康秦王 在罢免错付这件事情上 转不过来弯 他认为于成龙是干扰军务 妨碍平定天下大局 这性质可就完全就变了呀 有道理 有道理啊 你接着说 继续说呀 继续说呀 赵先生 你逗我是吧 我好玩吗 我说什么都是错的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就你能看懂天下大事 别人都是傻瓜 锦阳 我没这个意思 你真冤枉我了 我冤枉你 你就是变成斗鹅 我也冤枉不了你啊 锦阳 平常我爱给你开个玩笑 但这次真不是 说实话就这件事 我没你想那么远那么深 我不撒谎 真心话 我一直替于大人担心哪 如若康亲王真像你说的那样 看待于成龙的话 那这是真够悬的 知道悬了吧 如果康亲王很下心 尚书皇上参他一本 当不了拙议算个啥呀 恐怕福建不正使的交椅啊 他于成龙算做到头了 干扰军务 妨碍不